我只希望留兩個欄位 OK 不是11 裡面還有11個欄位 那如果我假設不要這麼多欄位 兩個欄位的話 那該怎麼做 當然第一個啦 你就不能用文字喔 因為這個整串的字串 它裡面並沒有做切割 如果沒有切割的話 那你就沒有辦法去取得你要哪一欄 所以變成怎麼樣 你要先做事前的切割 那切割的方式的話 當然第一個啦 你要怎麼切割 你可以看到 它規矢我剛剛提到 第一個的話 因為它每一行跟每一行 所以我們可能要切第一階段 就是先切 每一行跟每一行先切 那尾巴剛好是反斜線R 反斜線N嘛 所以如果我要切的話 那我第一個用SPRITZ先切一刀 那切一刀之後的話 給它反斜線R 反斜線N 它就會幫我把每一個 每一行有沒有 都放在一個串列裡面 然後第一個 第一行的話 串列的編號是0 因為它是0開始嘛 那第二個是1 第三個是2 一直在推 一直到最下面 應該可以有這個概念 第一個 先切一刀 是在段落的地方切 但是切第一刀之後 然後還是沒辦法分它的藍 因為它的藍是根據什麼 根據豆點 所以你第二個還要切第二刀 就是豆點的地方 所以需要用到兩次SPRITZ 哇 那真的有點麻煩 可是沒辦法 因為這個資料 它就是需要先切割 然後再來取得要的東西 所以要怎麼切割 還記得吧 那這個REPRITZ 這四行我們就先把它Ctrl1好了 先把它註解掉一下 Ctrl1就是前面加緊字號 選起來 然後我在底下先做什麼呢 先SPRITZ它一下 所以我們根據這個東西 這個就是裡面的資料 它裡面的資料 我們做什麼呢 點什麼 點SPRITZ SPRITZ這個 那SPRITZ按照什麼呢 按照那個反斜線R 反斜線N 那切完之後的話 前面就拿一個List1去接它 List1等於 OK 那我如果先把它切 那這個切的話 第一刀就切每一個段 就切一行 有沒有 然後切到 所以理論上Print一下 Print一下 如果我想知道 這個List1裡面的第一行的話 第一行就是它的欄位名稱 所以如果你看到第一行就是Print List1的D 第一個的話中瓜阿虎 我記得中瓜阿虎0 那就是 如果你假設Print之後的結果 得到的就是它的欄位名稱 那表示應該沒問題 這個先Print 不要Print 因為這個Print 等於它全部 你可以看到底下 這個就是我們欄位名稱 所以再執行一次 對沒錯 有沒有 所以如果Print List1的話 那等於就是 第二列的資料了 有沒有 這個就是第二列的資料 有沒有 那我們第一個階段就完成 那第二階段的話 再把這個資料怎麼樣 通通通都在切割 變成11欄 那我要怎麼通通切割 因為這個List1裡面 總共的話呢 有多少個東西啊 前面你可以L1 刮回一下 總共的話呢 Print一下 裡面總共有幾個 總共有85 85行資料 所以呢 我需要怎麼樣呢 逐一來處理 那怎麼逐一來處理呢 當然我可以在這邊 加一個FOR迴圈 FORI INWRENCH 有沒有 這個前面打蠻多 建議這一定要熟練 從0開始 到哪裡呢 到LEN 有沒有 就是這個 串列全部的意思 是啦 OK 後瓜核沒加到 OK 然後呢 減1 因為呢 最後一個 記得這個是STOP 不用減1 因為最後一個也要 因為之前好像多一個 一定要減1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把 所有的串列都 逐一的取出來 那取出來的話呢 接下來 我們就要把它做什麼 做第二次的切割 那第二次怎麼切割呢 一樣喔 我們就是根據這個LIS 這個改一下 這個應該是LIS LIS 1也可以啦 應該是這個 這個不用 這個要把它拿掉 好 根據這個串列 裡面的 在85 所以0到85 84停下來 所以 就是把全部的資料 逐一的 做這個切割 那切割的話 當然我們可以 所以 再來 利用什麼呢 LIST 1裡面的資料 哪一個資料 第幾個嘛 所以中國阿虎裡面的 阿姨有沒有 所以它 如果是0的話呢 那就是剛剛這一串 那這一串怎麼切呢 因為它中間都逗點嘛 所以 我在利用它 這個資料裡面的 SPRESS 一樣 切割 所以點什麼 點SPRESS 然後 根據什麼呢 因為它中間是 豆點 所以豆點 好 但是呢 如果 寫到這裡才對 OK 然後呢 它切割完之後呢 因為它總共有 11個 這個 資料嘛 所以它會 Return 所以我在前面再加一個LIS2 OK 這邊接LIS2 等於 然後豆點切 所以呢 把這個 總共11個資料呢 切完之後 就會放在LIS2裡面 這個資料 有沒有 這個資料本來是LIS1的一個部分 然後切過來 切的話是按照豆點 所以理論上 應該會變成有 11個資料 那11個資料 如果說我今天 我不要11個資料全部的話 那我可以怎麼樣 我在底下print的時候呢 我就可以直接跟它講說 我只要LIS2裡面的哪一個 就是 第一欄的話呢 那就是0嘛 那第二欄的話 就是1嘛 所以我可以怎麼樣 在print的時候呢 我只取什麼 LIS2裡面的 第0嘛 中間的話 也許我再串接 那個豆點好了 OK 讓它用豆點把它分開來 然後 在LIS1 所以把這個地方加一個LIS1 好 理論上 這樣就等於切開來 所以第一次是切段落 第二次是切它的豆點 然後只取兩欄 如果理論上 假如我print出來得到的結果 只有兩欄的話 那表示呢 我應該就完成了第一階段了 有沒有 切開來沒錯了 有沒有 我得到的就是 這個是我的 0的話 就是第一欄的 就是日期 有沒有 日期都有 這個的話呢 就是第二欄了 那當然未來 如果你要有其他欄 你就用 有沒有抓到其他欄 那當然如果我不要那麼多 我就只取兩欄 但問題呢 如果我今天呢 希望把它存到 這個CSV的話 那一樣喔 這三行有沒有 主要是這三行 那當然要需要一個S啦 目前這個S不存在 所以要把它變出來 欸 可是S在哪裡 喔 S在這個print這個裡面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可以怎麼樣呢 可以在這個print的下方 欸 在這個for圍圈上方 先讓S粗實化一下 S等於空的 所以我就是先 有點是宣告 我需要有一個S的變數 它裡面沒有放任何東西 在記憶體裡面幫我產生 然後呢 我當回圈 在run的時候呢 那我就把這個S 裡面丟什麼東西呢 S等於S自己本身 在串什麼呢 串接就是print的這些東西 把它放到後面 有沒有 它本來空的嘛 到這邊之後串這兩個 放到這邊來 所以它就變成這兩個東西了 但問題喔 特別注意喔 因為print本身有換行對不對 可是你現在呢 沒有換行 就會變成全部串在一起了 所以假如說你把它存檔 它變成 這個這兩個 然後後面再把它接到它後面 沒有換行 所以記得喔 最後一定要多加一個動作 加上什麼呢 換行 那我們用反斜線N就可以了 好 那這樣的話等於是說 把這個拿過來 放在這邊把它串在一起之後 尾巴再加一個換行 然後呢 把它存到S 所以在下一個 也一樣喔 再把它串 所以全部串完之後的話呢 那就等於就是類似這一串的東西 那我再把它放到S存檔 欸 那這樣的話呢 就等於喔 我可以把 我這兩欄的資料 做 存檔 完成 應該理論上應該沒問題 然後來試試看喔 執行看看的結果啦 如果結果OK的話 那表示這樣應該就可行了 執行看看 欸 這邊有個錯誤 有個index的錯誤 第五 第九行的地方 是不是打錯 index 第0 第1 第12 這一行錯 這個通常就是跑超過 比如說 它只能跑到84 結果它跑到85 那不對 它沒有這個 所以我要先簡易看看 簡易試試看 可以了 那結果 OK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地方可能要簡易一下 等一下我們再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在猜啦 蠻常遇到的 因為呢 我們用這個方式 Sprint它 那等於是說 它這個尾巴 也有一個反斜線R 反斜線N 那我一刀切下去的時候 變成前面一個 後面又一個 可是後面其實是空 空的 變會多一個什麼呢 空的一個什麼呢 資料 就被擺在這邊了 而造成錯誤啦 所以我在猜 應該是這樣的機率蠻大的 因為這個跟之前 我們在那個 那個什麼 全者遊具地址那個範例 好像也遇到類似的狀況 OK 所以這個把它解憶之後 看起來應該沒錯 到5月30的資料 也都顯示出來了 好 那我們接下來來看一下 最後的結果呢 有沒有 被存在那個 Range.csv 只有兩欄喔 OK 只要兩欄 多了不要 看一下有沒有兩欄 沒錯 所以你可以看到 第一欄的話是日期 第二欄就美元 那當然如果你假設 你在那個isail裡面 如果你假設 希望把它畫一個圖的話 很簡單 折線圖最快嘛 Ctrl-Shift向右向下 有沒有 然後呢把它怎麼樣 插入一個折線圖 比如說隨便一個折線圖吧 OK 那你會發現呢 理論上應該是要畫出正確的一個圖出來 可是你會發現 奇怪 畫的圖怎麼怪怪的喔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到原因喔 因為喔 日期裡面有沒有看到 其實這個星台 這個匯率應該沒問題啦 多少點多少 這個應該OK的 可是你會發現日期有沒有 2023 04 06 當然我們用人來看喔 其實看得懂應該沒問題 可是Exail的話 或者是 這個程式解析的時候喔 通常喔 日期一定中間一定要加斜線 如果你沒加斜線的話喔 他會認為它是一個數字 OK 他不把它當那個什麼 日期的話 那如果不把它當日期的話喔 你在 繪製 折線圖的時候就會出問題喔 因為通常 橫軸的話 通常是一個日期 他過來的話呢 他不是一個數字的話 他就變成畫不出來 那怎麼辦 如果手動方式啦 應該是直接在這邊加一個斜線 有沒有 有沒有 加一個斜線 Enter一下 你會發現第一條線好像比較正常了 第二個的話呢 這邊加一個斜線 這邊加一個斜線 Enter 第二條線又恢復 可是不對啊 我現在應該是怎麼做呢 我應該是要全部喔 那你總不可能說 你用人工的方式來做吧 所以喔 當然如果你在Excel裡面 假如你要 你不寫程式做的話 是也辦得到 但是還是有點麻煩 變成說你可能要用什麼 用那個文字類的函數 慢慢去串接 比如說Lapt Lapt是取什麼 取這個日期裡面的前四個字 然後呢 它取 等一下 這個我要先斜線拿掉 變成說你要把它中間加斜線 不然的話它會發生錯誤喔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如果你假設不是一個標準的日期資料的話 它就會發生錯誤喔 OK 所以下一個問題喔 我如果希望喔 可以幫我把它 繪字圖表的話 其實喔 其實喔 不是Excel啦 Python也可以啦 Python其實要畫圖蠻簡單的 只要再增加一個 叫MatePrileaf 這個模組的話呢 就可以幫我快速繪圖 但是呢 如果你要畫圖喔 因為這個資料還有一個陷阱 就是日期格式不對 必須把它解掉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那我剛剛呢 重點喔 我把重點再講一下 第一個的話呢 我先把剛剛的存檔的S 這個 第一步的話 我是先把原來的資料呢 做Split 根據什麼呢 根據 反斜線R 反斜線N 切割 放在Lis1 第二步的話呢 再跑個回圈 把它所有的Lis1 通通在 到回圈裡面呢 切割 因為它裡面好像有八十幾 八十五個吧 然後呢 通通都有豆點 所以在切成Lis2之後呢 取它的第一欄跟第二欄 然後中間記得加豆點跟換行 串成一個S 然後把它寫到這個檔案去 就會只留下兩欄喔 OK啦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谢谢观看